更古以来 人们仰望星空 问着自己那个关于永恒的问题 潮起潮落 沧海桑田 当强权 荣耀和财富 随着岁月流失 而化为尘土之时 只有心底的纯真 和对善良本性的渴望 静静地扎根在那里 永不磨灭 真的俑者 穿越红尘的喧嚣 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 历经世间一切苦难 而那份坚持 依旧亏然不动 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 它用自己的身躯 为世间所有的良知 撑出一片希望的天 当风雨过后 它向大地 撒出希望的种子 这些种子 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 生根花芽 同样长成参天大树 也许有一天 这世上的人们 无论贫穷或富有 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 诚信 善良和坚忍 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 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庄严》 庄严而优美的音乐 赞美法轮大法的歌声 壮观的练功和游行场面 对当今的中国人而言 也许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从99年的那个夏天起 中国人的中国人的中国人 所能接触到的媒体宣传 对法轮功无一不是空前的揭披 和骇人听闻的指控 然而 就是在这五年中 在国家机器的全力镇压之下 法轮功顽强地生存下来 而且传扬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受到世界人民的赞叹和尊敬 这海内外鲜明的反差 不能不使人思考 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法轮大法 也叫法轮功 1992年5月 由李洪志先生向社会推出 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 来提升心灵与精神 以五套简单柔和的功法 来修炼进化身体 通过对人体身心的全面修行 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道德与精神升华 我原来吧 就是都在找别人 对自己不好的地方 但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了以后 我发现我现在心里想的 和大家所有的工友都是一样 都是在找 自己有什么 对别人不好的地方 在知识分子中 最容易这个 就是对名和利的那种自作 所以在提子的时候 你真啊、逗啊、讲啊 都是这样的 自从学了这个书以后 把这些都放弹了 因为说呢 法轮大法全面提高人们 身心灵健康的奇效 吸引了不同阶层 文化、年龄背景的人们 其中很多是拥有 博士、硕士学位的科学家 工程师、律师、医生、学者 以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也有在宗教和修炼界 好像是我在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寻找的某种东西 好像在这个书里找到了答案 我说如果这个世界的混乱 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 需要一群人 有勇气地站出来说 我有一份责任 那么谁做这第一批 我告诉你 法轮大法就让我很荣幸地做了这第一批人 我有责任 我先改好 我相信我改好了 我就能影响更多的人 让他们都改好 这个世界就好了 在1999年7月以前 无论城市乡村 公园绿地 街头巷尾 人们都能看到法轮功的练功场面 许多报纸 电视台 也对法轮功做过客观的报道 1998年 北京 武汉 大连地区 以及广东省的医学界 对近三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 所做的五次医学调查表明 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的有效率 高达98%以上 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 在70%以上 被调查者的心理和精神状况 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在83年的时候 检查出来是早期肝硬化 后来一直吃药 住院 治疗 一直好不了 后来就转现了气功 气功也彻底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所以气功练到一定程度 它就好像到头了 就没什么可练的了 后来我就一直在寻找 后来就想找一种更好的功法 所以就找到了法轮功 我过去 就是身心健康 这个字眼 只是一种 美丽的词糟了 但是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身心健康 除了心脏没有病以外 其他的五脏六腑都有病 我打太阳拳打了20多年 没有把我的身体打好 可是我练了法轮功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 我身上的所有的病都好了 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 《转法轮》一书 曾于1996年1月 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北京市十大畅销书之一 现在也被翻译成了至少20种语言 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多次受到褒奖 1993年12月 李洪志先生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 获博览会最高奖 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 及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 1993年12月27日 公安部所属中华建议勇为基金会 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 1994年8月3日 美国休斯顿市授予李洪志先生 荣誉识名和亲善大使称号 1996年10月12日 休斯顿市市长宣布该日为 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 1996年以来 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 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 以陆续获得世界各国的一千多项褒奖 法轮功真正对人有益 对练功人有很大的好处 在加拿大我们能看到法轮功的益处 在中国你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好处 它能把真善忍的价值观在中国再现 那种真正中国文化精髓的东西 凝聚于法轮功之中 当我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身心马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健康的时候 而且我的人生观也改变了 放弃了争强好胜的心态 学会了浴室向内去修 向内去找 1992年以来 法轮大法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 迅速传遍神州大地 并红传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亚洲 法轮功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众多的学练者 当台湾一帝 1999年江自民集团镇压法轮功后 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却增加了十多倍 已突破数十万之中 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 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 在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法轮功练功点遍布各大城市 在欧洲 从冰岛到希腊 从法国到乌克兰 法轮功是西方世界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南美洲和非洲 你同样可以看到法轮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come with love for you Precious Chinese people Please listen to my heartfelt voice Wonderful Father Daffa Faddle Daffa See the truth Wonderful Father Daffa In a world's light And by the holy of God I will onc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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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遇到真正宗 巴伦达巴阿万 巴伦达巴阿万 却莫错过 超万路几万 巴伦达巴阿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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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伦达巴阿万